今天呢和朋友聊一些心理话 未来的三年有可能用不到三年 这几类房子有可能是分文不值啊 现在呢这个现象已经表明了在加速的贬值 如果你有这样的房子或者是亲戚有这样的房子 请抓紧时间抛售 这不是开玩笑啊 有可能会影响你家庭极大极大的这个损失 第一类呢就是你如果是住在离海边不远的旅游城市 比如像北方的烟台青岛 微海尤其是微海 像南方的珠海啊周边 在过去十几年 很多这个海景房 大家看看现在的海景房还有人住吗 过去因为海景房比较火爆 是因为以前的人对于海景房没有概念比较新鲜 再加上过去很多这些土鳖老板比较多啊追求排面 现在我们看看这些海景房 几乎已经到了一文不值非常难以处理的地步 而且现在海景房是和旅游挂钩的 现在旅游已经产到了历史的最低点 海景房将来那一定是没有好的结果 第二个就是因为你的经济条件改善了 买了一些优质的洋房别墅 这类房子我建议大家要抓紧时间便携 因为未来的这个社会趋向于低调平稳 很多张扬的人啊 你住着张扬的房子 未来有可能啊会给你带来麻烦 随着现在社会经济压力的不断加增 就业不稳定 是吧 很多创业的失败 再加上现在很多年轻人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 那么对于社会的仇视怨恨是特别大的 难免对于一些高档的别墅洋房会有一种嫉妒 甚至是憎恨之心 这类房子请大家抓紧时间要把它及时变现 第三类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这些 打折超级打折的房子 比如说正常的周边的市场房价是一万一平 但是你看到这个房子是两千三千一平 这样的房子大家不要碰 不要去碰 因为这样的房子 它背后有很多很多的产业链 比如说 它的证件不全 比如说 一证多卖 比如说各种债务 这些房子都不能去碰 你碰到手里 真的可以让你倾家荡产 血本无归 万劫不复 最后一种 就是学区房 那么在上周啊 也就是五六天之前吧 我发过一个视频 在广州啊 某学校 重点这个学区 一个新楼盘 啊 一个老板囤了一百号房子 但是突发的是反转 这个学校 它迁移到了一个新校址 圈到了一个当地的开发区 结果它原来的这个校址 周边的新楼盘 很多人都在囤房子 结果呢 从两万多的房价 一直跌到几千元 甚至后期整个工地 整个楼盘停工 那么大家知道 有多少人借贷 抵押各种 这个这个这个集资 囤了这些房子 最终怎么样 只能是该破产的破产 那么关该以房抵债的抵债 最终没有好结果 那么这四类房子 未来的三年 你抓紧时间进行解决掉 啊 否则它真的会影响你 影响你太多太多 可能慢慢又来不及了 未来的社会 是一个低调的社会 如果谁装业 这个张扬啊 谁高调 那一定会受到 受到反噬 房地产 在现在楼市低谷的时期 骑虎南向 向上走 走不通 向下退 已无退路 整个华北最大的 住房工程 现在是已经自投罗网 为什么叫自投罗网呢 因为他们自己开始已经停工了 要知道咱们今年两会的工作 在对房地产的走向问题上已经下了定论 今年开始 今年开始一定是保楼市为前提 在其他各个方面促进楼市的销售 清理大量的库存 而作为华北最大的这个住房工程 现在目前已经停工了 停工容易 开工难 所以说现在 无论是房奴 业主啊 对于现在的停工 非常的不满意 那我们在园区看到大量的房子 在外体上已经接近于交工的程度 而实际上呢 内部的硬件全部都是空空如也 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大型的空之城 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一座空城的烂尾城 整个房子里边的硬架 电梯啊 上下水管 电燃器 包括取暖设备 通通没有 那么像这样的状态已经几个月了 开发商现在已经是逼近了绝路 甚至有人为这些房企啊 出了一个点子 据统计和房产部门联合给出了一组数字 数字显示咱们目前国内 大概还有三亿多的农民没有进城买房 那么新世纪农民进城买房 和过去有很大以往的不同 那尤其是作为北方的农村人口 一年当中大概有半年多的时间是在盲种 也就是种地 那么在冬季时间从12月份啊 11月份吧 大概到1月2月份 这期间的一个季度多 差不多三个月左右的时间 很多农民是不种地的 那么专家建议他们到城里去买房 在冬天不种地的季节可以到城里去生活 而其他的时间再回到农村去继续种地 同样去享受这个城市的福利 那么话听起来是非常有道理的 但是呢 代数大叔在这里想反问一句 短暂的在农村 这个短暂的在城市生活 买房消费 他能得到什么样的福利呢 有人说他可以暂时的得到城市的户口 有房子就有户口 孩子可以在城市去上学 甚至是农民可以在城市就业 那我要说的是过去20年城市化建设 为什么最终还是有大批的农民返乡 导致了返乡潮 为什么现在在春运的年底 已经看不到了过去的春运潮呢 原因是什么 为什么很多农民工在城市赚钱 城市花很多人都拿不到存款回到老家 根本的原因我认为就是房价过高 我们买吃的买喝的 我们可以节省 可以根据品质选择优价的 对吧便宜的 但是房子 你即使选择最便宜的 也和你的工资相差几倍几十倍 那么这样对于农民来讲是不公平的 所以说这些专家说的这些建议是无济之谈 想要解决楼市房地产的困窘 那么唯一的方法就是降价 通过降价来合理匹配房价和工资收入 这样才能达到真正的清理库存